法国因去年遭受恐怖袭击而被迫取消的李昂灯节在2016年再次登场 风格各异,充满先锋色彩的灯光点亮整座城市 令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享受到一场灯光盛宴 法国李昂灯光节起源于1643年 明年的12月8日,李昂的家家户户都会在窗外点燃蜡烛 以此感谢圣母玛利亚曾经保护这座城市免遇瘟疫的威胁 李昂市府于1989年推出首场灯光全景活动 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李昂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元素 灯光节作为李昂每年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 向世界展示李昂照明艺术和创新理念的同时 也致力于国际推广 今年的灯光节也延续了与中国艺术家的合作 在为期三天的节日期间 环绕李昂市区的罗纳河和索恩河沿岸 李昂市政厅广场 福埃教堂及古罗马剧场 老城区盛让大教堂等名胜古迹 在新颖别致的灯影与乐声中 被赋予不同寻常的魔幻魅力 吸引着超过400万游客在此共襄盛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